上个月苏妈已经带着Zen3架构的锐龙5000系列提前杀了过来 面对如此大的竞争压力 英特尔方面似乎已经开始慌了 首次毫无征兆地公布了11代Corea Rocket Lake架构的详细信息 目前来看除了14nm工艺 其他全变了 下面就跟着超级科来看看详细的情况吧 面对近几年苏妈的持续输出 英特尔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而关于新品信息的公布也更加提前 原本在9月英特尔才刚刚公布代号为Tiger Lake的移动端处理器 而现在面向于桌面级的Rocket Lake处理器 官方也已经公布了些架构的详细信息 具体来看Rocket Lake将仍采用14nm工艺 但这将是最后一代14nm的处理器 毕竟下一代对手已经上5nm了 再不知进取的话饭碗恐怕都保不住 在CPU架构方面 得益于全新的CypressCore核心 GIPC同频性能将会有超过10%的提升 同时还会采用新的超频技术 以保证11代Corea的超频能力 不过并没有具体细节 根据此前的消息称 11代Corea i9就可以轻松达到5.3GHz 那么有理由相信 其超频5.5GHz将不在话下 另外由于架构和超频性能的提升 与之带来的功耗和发热量必定会增加 但英特尔方面为了保证其在高频状态下 也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 11代Corea的核心和线程数 从10代的10核心20线程 减少到了8核心16线程 这对于游戏玩家来说依旧完全够用 首次在周密处理器引入了全新的XCE架构核显 这相比于9代来说 大约有50%的性能提升 内存方面 由于此前10代Corea中的DDR4 2933MHz内存被大多数用户吐槽 读血速度不仅慢 而且延迟还高 所以英特尔所幸将其提高到了双通道DDR4 3200MHz内存 以此来获得更好的性能表现 而大家心心念念的PCR1 4.0技术 11代Corea终于原生支持 并且还将万年不变的16条通道增加到了20条 以确保独立显卡和SSD固态 能够发挥出最强的性能 另外之前Tiger Lake移动端所支持的USB3.2 雷电4 USB4等技术 桌面端也将支持 除此之外 在专业设计方面 11代Corea也能更好地满足需求 现在最高可以支持4K60帧120bit 4比4比4 或者4K60帧10bit 4比2比0的ABL视频格式硬件编码 同时也支持连接三台4K60帧 或者两台5K60帧的显示器 并且还支持DP1.4A、HDMR2.0B和HBR3的视频输出 AR方面也增加了 英特尔DL Boost深度学习加速 和VNNR指令集 也就是目前Corea Lake这强数据中心处理器所支持的特性 带来了AR性能的全面提升 最后在平台方面 这一代Corea的封装接口依旧还是LGA1200 那么上一代的Z490等型号主板应该也会支持 但有传言称 此次英特尔会提前公布Z590、H570、B560和H510主板的相关消息 至于有什么变化 就只能等英特尔自己公布了 总的来说 现在英特尔的确是急了 历史上第一次提前四五个月就公布新产品详细信息 可谓是从未有过的行为 毕竟苏妈的AMD实在是太给力了 所以此次大家觉得英特尔的牙膏会不会倒吸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大门上留言 不如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娇小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